第一章是这个农产运销学的这个概论 来 这个概论呢 主要是做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内容的一些观念的陈述 所以来 我们请同学来跟着我们一起看 把重点画一下 来 第一个农产运销 那第一个同学当然要知道什么叫做运销 对不对 来 迎光起来 所谓的运销呢 是指将产品或劳务从怎么样 从产地输送到我们的消费地 来满足我们消费者各项需求活动的总称 这个叫做运销 所以呢 这个运销也有人把它形容叫做行销 或是市场这个营销 那当然在商业上这个主题呢 其实讨论的非常多 那当然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观念用在我们的农业里面 所以这个它跟我们的商业上的很多的观念 其实是通用的 好 那这个所以呢 这个是第一个重点 再来呢 它是以我们现在就说 刚有跟同学讲过嘛 对不对 以经济学的角度来把这个农产运销把它融入到里面 所以呢 第一个我们说啊 这个经济学上我们说能够增加 创造效用者 好来 很多同学不知道什么叫做效用 效用呢 同学你用比较直白的方式去理解 所谓的效用就是指满足感 好 你把它当作就是这个概念 比较直白一点 满足感 好 那一般来说 你效用讨论的是 人们在做一个行为 或是做一个消费的行为 那当然这个消费的行为不一定是买东西 也有可能是你在做选择的行为 他所获取的这个满足感 满足感 所以我们叫做效用 所以呢 这个经济学里面呢 他说啊 创造或增加产品效用者 我们都称为生产 而运销过程中呢 我们会进行什么 好来 后面有几个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叫做加工 那加工呢 因为他会改变了我们这个商品的形体 所以呢 我们说可以增加产品的什么 形式效用 引光起来 这个是重点 考试还蛮喜欢考的 然后再来呢 储藏 有加工啊 有储藏啊 那储藏当然最主要 它是延长我们物品怎么样 使用的这个时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它可以得到时间效用 时间效用 第三个运输 我们说我们从 譬如说从北部运到南部 或是从台湾运到美国 那这个运输 它可以增加的 我们称为地域效用 地域效用 再来买卖 买卖就是怎么样 买方 由这个卖方呢 转手到买方 所以产生的这一个 移转的这个功能 我们称为 占有效用 所以呢 这个运销呢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什么 这几项 效用的功能 效用的功能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再来这个营销呢 这个运销呢 它可以创造我们产品的形式啊 地域 时间以及占有的这个效用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怎么样 生产的一环 生产的一环 经济学上呢 我们称这种生产就叫做 因为运销而提高了我们农产品的效用 效用 好 所以呢 农产运销也可以说 说是农业生产的一个延续 好 农业生产的一个延续 那它的差异呢 主要就是在 你的农业生产是一个原始的生产 那运销呢 它就是属于一种次级的生产 所以从原始的生产 这个 延续到我们这种次级的生产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是把它整理在一起 整理在一起 就是说 这个经济学上 我们说 你的这个生产行为 可以增加那些效用 主要就是我们提到的 这四个效用 它的详细的这个说明跟例子 在这个格子里面 有把它这个说明 所以同学可以看一下 那当然 你们除非说你考的是这个农会 或是一些比较这个 或是这个 普考 否则的话 如果以高考的话来说 不会考那个选择题 所以呢 你这些名称呢 应该是 第一个就是 你的题目上在描述的时候 可能会描述到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可能是说 它出的是很多小题 很多小题 那可能其中有一个小题 它就问你创造什么效用 那第三个同学 常常忽略的就是 因为我们的高考 它是做这个 问答深论的部分 那你问答深论的部分呢 很多同学在回答的时候呢 常常都是 可能用自己的文字来描述 那用自己的文字来描述也很好 只是说 有的时候会感觉比较欠缺 这种专业的这个叙述 所以我建议同学就是说 你的这个问答深论要答得好 你的一些重要的专有名词 你还是必须要记 因为你在论述的时候呢 这些东西你其实是可以用到的 改考卷的老师其实都会看 都会看 他看到你这个在回答这个深论题的时候呢 如果说有一些比较这个专用的这种用语的话 他会觉得你读的比较深入 那这个创造的这个效用 我建议同学 就是形式效用 这个地域效用 时间效用 跟这个拥有权效用 这个名称同学要把它记一下 好 那至于说他在描述的是什么 那后面我们那个有说明 那那个同学就可以用自己的文字来说明 没有问题 只是前面的专有名词 建议你还是以这个专业的这个名词来说明 会比较好 好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 就是农产运销跟什么 物流的差异 所谓的物流呢 它本身呢 其实是来自于这个军事领域后勤概念的一个民间用语 那后来我们把它这个广泛的去套用它 所以来后面来帮我迎光起来了 物流呢 是一套通过计算策划来控制原材料制成品 这个生产完成制成品 或是再制品 或是这个讯息在你供给 这个双方还有仓储之间不同部位 这个移转 转运 的一个管理系统 管理系统 所以呢 这个物流呢 它最终的目的来迎光起来 策略性的物流运输 也就是说 我们要使用策略 把我们的这个生产过程中 能够运用到的这个原物料 能够善加的管理 这个我们就叫它物流 好 那我们在这个商业 经济部的商业师里面 有把这个物流中心 它的一个基本作业的这个图形 有放在上面 那同学稍微看一下 了解一下它大致的一个情况就可以了 好 那刚刚讲的是物流 对不对 那你也知道我们农产品吧 因为它本身的特质是容易腐败 这个很容易坏掉 所以呢 在物流方面 当然就特别的重要 来 第一个专游的名词 请同学记一下了 这个三级市场 是指产地市场 批发市场 零售市场 所以农产品呢 它由生产者 生产者 所以它整个的一个过程呢 是这样子的 生产者 那当然在我们的农业里面 生产者就是农民 那因为我们是很多小农 小农 那这些小农呢 它透过怎么样 集货 就是说我们把它收集起来 集货 来进入我们的什么 产地市场 然后呢 产地市场接着呢 到我们的这个批发市场 最后呢 到达我们的这个零售市场 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的消费者 所以消费者呢 就到这个零售市场 来进行这个购买 所以这三个呢 我们叫做三级市场 三级市场 好 所以这里呢 我们第一个遇到的 同学要把它记下了 三级市场 它整个在运作的部分 是这样子的运作 那这个产品呢 在三级市场里面决定了 因为你的这三级市场里面 本身当然 它也会决定 它的这个市场的价格 有当然 它当然是不同的 你在产地市场 当然就是产地的这个价格 还有批发市场的价格 跟零售市场的价格 你光去思考 从我们的这个一级一级的这个 这个运输的这个过程呢 这样子 运过来 运过来 你就有什么 你就有这个运输的成本 至少你就有运输的成本 那当然你还会有什么 这个行政的成本 要怎么运 怎么运 行政 人事 然后你市场可能还会有什么 租赁的成本 对不对 这些成本 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垫上来 所以你产地市场 当然你会有自己的 这个产地市场的价格 跟成交数量 那批发市场也会有 零售市场也会有 因为它这样一层一层的下来 这些成本 其实都会垫上去 所以理论上呢 理论上 零售市场的价格 当然要高于批发市场 要高于产地市场 在理论上 应该是要这样子的 所以同学常常在这个电视上 看到那个新闻 想说奇怪了 新闻上在报说 这个产地呢 农民怎么样 这个高利菜怎么样 盛产 然后农民呢 都不想收了 就是 就是要买的自己去收 然后很便宜 譬如说一斤两块 可是呢 我们零售端的这个消费者呢 他去购买商品呢 可能一斤还是二十三十 甚至更高 对不对 所以那个 他就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 怎么我们看产地价格 都没有人要 可是到了我们这个零售市场 价格却 还是相对的高 主要就是因为这过程中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成本存在 然后 除非说 你消费者可以直接到这个产地 跟农民接触去买 那当然你就可以直接 这个接触到这个比较便宜的价格 否则的话 你经过这样一个一个下来的话 你其实 这个价格还是会垫上去的 这个就是 这个其实也考过嘛 也考过 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 生论题的部分 他也有考过 他就说 奇怪了 在我们的这个 就我刚刚描述的那样 农民呢 怎么样 盛产 所以他连采收 要请人家来帮忙采收的成本 他都不敷了 所以他就干脆不采 放着让他烂 或是说你自己去采 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你 那结果呢 那个消费者呢 他在这个超市 或是这个传统市场 结果呢 买的价格还是相对的高 那人家就问你说 请问为什么这样子 那同学就可以按照 以农产运销来说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子回复 这样子回复 这就是一个生论题的一个 回答的这个答案 好 那当然呢 他说这个 这中间呢 我们的这个物流呢 他说啊 这个物流的产品呢 乃是由厂商 他加以定价 所以呢 本身没有所谓的 三级市场价格 那其中物流的通路呢 包括了什么 集货商 贩运商 批发商 零售商 零批商跟零售商 那这农产品 农产运销的通路呢 因为农产品的特色 有没有 我刚刚说过了 有集货 分级包装 运输 加工储藏等职能 所以造成通路呢 它是超过我们的这个工业产品 所以农产品呢 它其实严格说起来 它的整个这个运销的 这个过程物流的复杂度 都是高于我们的这个工业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农产品的价格 常常就是说 你中间只要 因为它有这么多的过程 所以你 你的这个价格呢 常常波动的就比较大 那工业产品呢 它没有那种容易腐败的问题嘛 所以 它的价格的相对而言 相对于农产品来说啦 它就是稳定的 好 那在我们的第四页来 同学有没有看到 农产品运销通路网 通路网 好 那当然它就是告诉你说 从我们的这个农民 或农民组织 它整个的一个这个运销的过程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同学大概看一下 就是说 生产者农民啊 它当然你有可能怎么样 这个农民自产自销 对不对 现在蛮多的啦 农民就是直销嘛 现在网路的这个很盛行 对不对 所以 它在网路上架一个店铺 然后自己去卖 它可以省掉中间的这些剥削嘛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农民自销 有没有看到 自己销售 还有就是这个无店铺 也就是我们说网购 农产品现在网购的部分 越来越盛行了 它已经不像我们早期那样 很少看到 现在是还算蛮普遍的 蛮普遍的 就是说这个消费者 它在网路上一定货 然后呢 现在因为这个物流很胜 就是说很方便 所以呢 它就直接帮你送到你家里去 只是说你中间可能要 要嘛就是你中间负担一些运费 要嘛就是你的量够大 它让你减免 免运费 都有可能 那这种 这种销售的方式 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越来越普遍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批发市场 这个传统的零售市场 他们都受到挑战 就说如果我们现在 那个现在很多人 其实不太喜欢去那个 传统市场 因为传统市场你可能 因为它如果是露天的 那你天气不好 那你就不方便 如果下雨的话又更不方便 所以呢 这个 所以现在 可是因为政府 还是必须要照顾到 因为这个传统市场的这个 工作的这个人 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你必须要照顾到 他的生计 所以呢 政府现在所做的 可能就是把 这个传统市场呢 把它变得比较现代化 变得很漂亮 可是呢 说这样子 又是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这个传统市场呢 你弄得那么漂亮 有的时候消费者进去的时候 感觉就不是很习惯 我们会看到这个传统市场 它在盖漂亮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发现 怎么消费 消费者变少了 变少了 这个就是 主要可能是因为消费者 还不太习惯 不太习惯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这么干净 这么整洁 然后排的这个商品呢 排的有条不紊的 好 那这个是 所以呢 他整个的一个运销通路网 是这样子的 最下面就是我们的消费者 好 再来 第四点 这个农产运销的研究领域 来 他所涵盖的 来同学 四批 来麻烦 要记了 这专有的名词 来 四批 第一个是什么 产品 产品 产品包括了什么 制成品跟再制品 这一些 因为那个 你在卖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可能卖的是 譬如说 加工的 或是未加工的 未加工的 你可能是销售给人家 来进行加工的动作 再来 第二个叫做通路 通路 那通路呢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 再来就是这个价格跟定价了 价格跟定价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定定适当的价格 不是说 你把东西卖的越贵就好 不是这样子的 有的时候呢 你 你卖便宜一点 你销售的更多 你的收入反而高 所以定价也是一个哲学 所以 在我们的农产运销里面呢 其实还蛮大一部分 有在讨论这个价格的 这个相关的问题 在第二章开始 那他本身当然跟我们的 这个农业经济的部分 就会比较高的重叠性 好 再来第三个 第四个 促销 这个促销活动 主要是指促销活动 还有扩展我们的这个市场 的这个相关的策略 好 那这个第二点 农产运销的一个重要性 那当然我们知道了 农产运销呢 他前面有农产两个字 农产品呢 本身这个性质就跟工业产品不一样 所以呢 他的运销呢 就会有一些这个差异的地方 他说农产运销因为地区性而有所不同 经济发展跟专业化 生产者 生产越高者 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专业化生产越高 那农产运销当然就会越复杂 越复杂 那再来就是农业呢 他会受到季节的影响 所以农产品呢 他有这个明显的季节性的一个 这个变化会受到影响 所以那再加上呢 农产品呢 需求呢 就比较需求嘛 因为我们对农产品的需求 他这里在讲到我们的这个农产品 你看 农产品的供给 受限到农产品的特质 农产品的特质主要就是农亦腐败 农亦腐败 所以呢 他的供给呢 在运销方面 就非常的重要 对不对 我们说 你容易腐败 你在这个运销的过程 你就要特别留意嘛 所以他的这一个 运输 运销 运销 与工业产品就有很大不同 所以这个是他受到他特质的影响 供给方面 所以呢 我们的农产运销某方面来讲 他比较偏重在这里 那当然 那当然 农产品呢 需求 比较怎么样 需求反而是什么 稳定的 稳定的 为什么 因为 农产品 这个农产品 他是属于什么 属生活必需品 所以呢 原格上 你要消费的 那个数量呢 他本身都是很稳定的 所以 在需求上 他很稳定 可是呢 因为你的供给呢 有各方面的 一个这个特质呢 造成说 他的这个运销 就会跟别的不太一样 某方面来讲 你的供给如果发生的问题的话 你要去应付这种稳定 同学 他不只稳定 而且是什么 而且持续 对不对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 这个吃嘛 对不对 农产品 都是需要的 所以他是稳定 而且又持续 所以如果 供给面产生的问题的话 农产品的价格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方面 这个同学要特别 就是说 为什么要农产运销 来特别提到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在这里 那他说呢 这里有提到了一个 这个重点 就是说 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运销呢 他是怎么样 农产品的运销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农产运销 他能提供的 这个功能 第一个 他能够让我们的 什么 报酬分配 合理化 合理化 因为呢 现在的这个运销呢 他 这个 能够合理价格 稳定供给 这个是最 我们农产运销里面 最需要的 最需要的 而且呢 他能够健全来满足 什么 交易双方 也就是让我们的 消费者 当然啦 他是 在农产品的需求上 他是需要什么 稳定 而且持续 你能够提供给他 消费者 要的是这个 所以 你在 需求的部分的话 他主要就是 消费行为 这是一个消费的行为 那消费者呢 他最主要就是追求什么 追求 我们的效用最大 你要满足消费者 就是让他的满足感 达到最大 那 另外一方面呢 供给呢 供给是我们的这个厂商 所以 供给 他是厂商 所以 厂商呢 他的目标是什么 追求最大的什么 利润 利润 所以呢 这两方面 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 当然 你的这个 供给跟需求 如果能够 让他越顺畅 那当然 价格呢 就会趋于怎么样 比较稳定 而且双方都能够比较接受 那你只要有一方面 产生的问题 同学会说 因为农产品的特质 可能供给面 常常会受到影响 但是同学 你不要忘了 需求面 也常常会受到影响 譬如说 现在突然讲到说 譬如说 吃了什么东西 吃了什么蔬菜 然后会致癌 那当然你 大家是不是就不敢去买了 对不对 不一定是蔬菜啦 有可能是说 譬如说 现在我们说 那个日本的这个核灾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海洋的那个鱼呢 可能受到核污染 那大家一接受到这个资讯 是不是对于这个鱼的这个产品 需求就会减少 对 所以不是只有供给会影响 需求其实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运销主要就是要把两方面 能够让它顺畅 让它顺畅 那这样子顺畅下去的话 当然价格就会趋于比较双方 能够接受 而且是一个有效率的一个结果 好 这个是报酬分配合理化 所以运销商呢 在中间呢 能够这个 润滑 供需双方的一个交易 而借此能够得到它 合理的利润 这是第一点 再来就是 生产结构 导入什么 运销的一个概念 他说啊 当你粮食无法自给自足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生产者就可以怎么样 你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可以销售出去 就说 这个是特殊的情况 像我们早期 如果说你的粮食 它本身呢 是怎么样 不够的 那所以生产者只要一生产出来 当然就一定能够卖出去嘛 那这种生产出来就不用担心销售 它一定能够卖出去 那这种我们叫做 生产导向的一个运销方式 那这个当然不是现在 这是比较早期的时候 那现在呢 他说啊 现代化的运销则是认为 应该生产可运销的什么 商品 而不是运销所生产的产品 就是说 你不能说你产品生产出来 然后才去考虑它运销的问题 而是你生产出来 就应该它是一个可以运销的产品 所以这两方面不一样哦 不一样 所以呢 它这样子的一个产销呢 紧密结合 可以提高我们供需双方的一个利益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 最主要就是说 它可以有效的分配资源了 这样子的一个产销导向的一个生产体制 建立起来呢 生产者有计划的来供应社会的需求 避免供需失衡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当然就是从这个个体的面跟总体面去论述之 这个个体面啊 就是说以 所以个体面当然是 以我们这个农民的角度来说 农民呢 他主要关心的是4W 4W 4W第一个叫做生产什么 生产什么 第二个呢 叫做如何来生产 如何生产 第三个呢 我什么时候来生产 第四个呢 叫做在什么地方生产 所以有4W 有没有 What How When 跟Where 这4W 同学要把它记一下 这个是我们个体农民 他关心的 那如果以总体面来说 这个农产运销呢 对于我们总体面 第一个它是一个交换经济的基础 然后呢 也能够满足人口的成长 再来调节经济的活动 满足复杂怎么样 我们的这个日趋复杂的一个需求 这个再来就是顺畅我们的这个国际贸易 农产品的这个国际贸易呢 当然也非常的重要 它能够调节我们的什么供给嘛 对不对 就是说农民呢 有的时候你生产出来过剩 如果说你有一个国外的市场来调节的话 你多生产出来的 譬如说好了 这个农民呢 他生产出来 譬如说100万 顿 100万顿 可是呢 我们的需求面可能只需要70万顿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多出来什么 你70万 70万卖到国内 国内只需要70万 如果你还硬把100万顿的这个农产品 卖到这个国内来 你只会让农产品的价格那个往下掉 所以我们那个如果有国外的市场的话 他就可以调节我们的供给方 所多生产出来的产品 多生产出来的产品 所以他是有他的一个这个好处 所以这个顺畅国际贸易 顺畅国际贸易 当然他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国家能够赚取到这个外汇 外汇 然后呢 也可以 当然呢 你赚取外汇 农民也可以有这个什么 稳定的收益 好 这个是我们第二点要告诉同学的 再来第三点 农产运销的研究 来 第一个很重要 农产运销的研究 他的农产品的特性 这不用讲了 对不对 农产品的特性 我们常常在论述深论题的时候 一定要讲到嘛 对不对 所以请同学来背起来 第一个 义辅性 那当然后面的描述 同学你看一看 用自己的文字去描述就可以了 那但是义辅性 你最好还是把它写着 第二个 出重性 农产品怎么样 麻烦的是 那个面积很大 然后呢 卖的又很便宜 对不对 比较麻烦的地方在这里 出重性 那你的面积很大 很重 那当然你运输的一个方式 它就会影响到 对不对 所以出重性 它有这个相关的问题 再来生产季节 农产品的生产季节怎么样 每个农产品 它生产的季节又不一样 对不对 你生产季节不一样 就会导致什么 你这个供给是不是 就会有变化 你生产季节不同 你的供给就会有变化 可是消费者的需求 是稳定 而且持续的嘛 你这个时候 就是产生了问题 对不对 所以呢 农民所生产出来的产品 如果能够有其他的 譬如说我们说加工 厨厂 能够有这些方面的 这个效用的提供的话 它确实是能够满足 我们的这个需求 那你当你能够满足需求的话 当然你的价格就不至于怎么样 暴涨或暴跌 暴涨或暴跌 有的时候 这个一般人会觉得说 如果涨的话 对于我们的这个供给方来说 是好的 同学你搞错了 就是说 其实我们之前看那个电视的 那个报道 他就有去访问 那个菜市场的卖菜的 他说 现在这个蔬菜的价格这么高 你们卖就赚得比较多 结果怎么样 这个摊商他们都从没苦脸的 他说 农产品的价格高 他们其实反而不好卖 虽然你可能获得的价格 是比较好的 但是那个价格 也不一定是他全部拿到 对不对 因为你可能你的上一 你的这个批发商 他可能价格就已经提高了 那问题是 你价格提高 消费者不买 就变成说摊商他怎么样 东西卖不出去 那他就拿不到那样子的一个收益 所以他其实对他来说 他其实也不希望是这样子 所以同学不要想说 这个台风来了 这个蔬菜价格提高 所以摊商都笑哈哈的 同学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搞清楚 好 所以这个是 生产上的一个 季节性 会有差异 那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怎么样 发生了这种台风 怎么样 在你的产季发生了一些天然灾害 那其实影响就非常的大 那这个农产品呢 他在这个盛产跟淡 就是他的这个生产季节 旺季跟淡季 这个产品的一个调控 要怎么去这个储藏 像现在 你看他说什么 凤梨七八月是我们生产的旺季 可是现在凤梨好像一年世纪都有嘛 因为冬天我看到凤梨很多嘛 然后夏天当然凤梨一定有嘛 所以凤梨几乎都 那个 都有 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好像已经 不是以前当然 早期的话我们是 夏天比较会看到凤梨啦 是没有错 可是呢 现在一年世纪都看得到凤梨了 所以生产 他本身呢 生产季节是 会受影响 然后再来因为我们生产技术的进步 所以这个生产季节也 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 产生变化 像这个稻米呢 怎么样 有这个 三货 对不对 你其实如果你一年三货的话 等于你几乎 都有嘛 你稻米其实几乎都有生产 那像凤梨呢 那也都是一年世纪都有看到了 我是不知道那个凤梨是 像我在那个前天还是昨天有买一颗凤梨 没有很贵 一颗凤梨50块 那到这个季节很明显的 现在是 二三月嘛 不是夏季嘛 对不对 那你有凤梨 然后价格又不贵 那我不晓得他 应该是 我觉得啦 应该是国内是有产的啦 因为你那个凤梨 你要从国外进口 然后还这么便宜 我觉得是很困难啦 很困难 所以台湾的 其实我觉得生产的技术 也都有在提升啦 可能有做一些品种改良 或是什么 所以凤梨现在一年世纪都有 我以前想说 因为我以前 本身我是不太敢吃凤梨 因为凤梨 就是说 我这个吃了以后 身体有时候会不太舒服 然后后来到了这个 这个年纪稍微长一点之后 发现身体已经克服了这个问题 我才发现 其实我很爱吃凤梨 所以我几乎 那个前几个月 我几乎每天都会吃凤梨 现在比较少了 所以我就有去观察到说 现在凤梨怎么 在冬天也有 然后春天也有 那夏天绝对有嘛 所以凤梨一年世纪都有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品种的改良 那当然现在的凤梨 好像真的没有夏天的 夏天 哇 那个凤梨又大又甜 那现在的凤梨是 个头比较小一点 比较小 然后没有夏天的那种 品质那么好 好 所以呢 这个生产季节 除了说我们传统的 一个农产品的生产季节以外 这个品种的改良也造成说 它的这个季节性更普遍了 那如果说比较没有的呢 那当然你就只能利用储藏 或加工的方式 来让它的供给能够稳定一点 这个是第三点 第四点 品质的差异 他说啊 农产品呢 当然了 你即便是在同一个地区 你是不同人在种 还是会生产出不同的品质 那这当然一定的 所以呢 农产品的品质差异化 它会 当然我们在运 所以我们在运销的过程中 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去把它分级 然后选它的级别 对不对 好的 那当然我们就 像台湾的农产品 我说实在的 台湾那个比较品质 比较好的农产品 其实在农民那一手 其实就已经全部挑出来 他们大部分都是以出口为主 主要是因为国外 它能够给这个农民的这个价格比较好 所以像那种一级的特产品 通常都是怎么样 销售到 所以同学这个要注意后 有考过 就是说 好的品质的农产品 通常都是销售到比较远的地方 所以同学你可能去那个百货公司的 那个 生鲜超市后 你会发现各国来的什么 优良的这个农产品 像那个什么 日本的哈密瓜 日本的那个葡萄 有没有 那个葡萄我看那个一串 一串快要两千块 所以那种高品质的 比较适合销售到远的地方 所以在品质上是有差异的 好 那再来就是农产品的特性 对农产运销的影响 它主要就是说 第一个 在时间因素方面 农产品是一幅的 同学这个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考试有考到 农产品跟工业产品 它的一个什么 差异 所以这个就是你一个 回答的一个素材 你可以把那个大点的部分 把它背下来 然后内容的部分 你理解用自己的文字写就可以了 第一个 时间因素 农产品有异服性 所以呢 它要快 但是工业产品就比较没有这种限制了 第二个 集货跟分级 这个运输的规模经济 也就是说 农产品我们在前面有提到 所以这里有特别提到了 因为台湾都是小农 来进行生产 所以我们经过集货 当然它在这里 集货 集好了之后 在产地市场来进行什么 这里 产地市场进行分级 跟包装 分级跟包装 所以它这里在讲的是这里 我们的单独的农民 要做这件事情困难 因为它本身的 就没有办法 这个这里同学可以把它 这个加注 去说明一下 就是说 这个个别的农民呢 它的一个生产 无法达到规模经济 无法 达到 规模经济 无法达到规模经济的生产 所以我们才说 这些叫做小农 小农经济 当你无法达到规模经济的时候 同学要了解 无法达到规模经济 它的成本就会比较高 成本就会比较高 这个是同学要特别注意的 所以它说 你经过这种分级 跟这个标准化之后 你可以降低你的运输成本 像日本 它连西瓜都能把它 从圆的变成四方形 对不对 那在运输就方便了 你那个圆形的 你可能还要用一个 包装来把它包住 那你如果本身就是四方形的 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它 这个当然也牵扯到 我们的农产品的 这个品质改良 这个当然也是 包含在其中 那所以 在进行分级 标准化之后 它可以降低 我们的运输成本 但是工业产品 它本身怎么样 你在出厂的时候 你就是统一的规格跟数量了 所以它不需要去做这种 集货跟分级包装 分级的一个这个功能 再来第三个 定价跟稳定性 定价跟稳定性 这个农产品呢 在经济学上面 同学注意了 为什么我们在讲那个厂商理论的时候 我们比较 那个完全竞争 我们讲了很久 主要的是因为 农产品它比较算是 完全竞争市场 所以同学要记好 可是其实严格说起来 也不能这样说 农产品它是比较归类在 完全竞争市场 所以以前你们传统的考题 考完全竞争市场是主轴 但是我记得好像从去年开始 它连独占也考了 对 所以你可能不能只读完全竞争 这要提醒你一下 只是说在这里 我们说它的分类是属于完全竞争 我觉得它考独占也是有它的理由 因为同学你想想看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里面 这个生产者非常的多 那以台湾来说没错 我们的生产者非常的多 只是说我们的生产者都是什么 都是小农 小农 那价格呢 可能就很难让我们的农民 拿到超额利润 所以呢我们会希望说 它怎么样 结合起来 变成一个有力的生产者 结合起来 变成一个有力的生产者 那就比较开始往独占的地方走了 所以为什么会考独占 可能也有它的一个道理在 所以同学也理解一下 这个独占 反而是寡占考的很少 但是同学要预防 因为厂商理论本来就是完全竞争 独占 寡占 还有独占性竞争 独占性竞争 我觉得应该会是 下一次考试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 独占性竞争 它跟完全竞争很像 这个同学要了解一下 这也是我们 国内在走的一个方向 完全竞争市场 VS 独占性竞争市场 独占性竞争市场 同学可能比较没有太琢磨 不过我建议你要特别注意 独占性竞争市场 那他们的相同点 相同点 小心 人家考这个相同相异点的比较 这两个市场 生产者 数量都是多的 生产者众多 不要讲生产数量 生产者众多 他们的相同点 那所以台湾的农民 这个都有嘛 对不对 那相异点呢 相异点就是 完全竞争市场 他所生产出来的产品 是属于同值的产品 什么叫做同值 所谓的同值就是给消费者的感受 他认为你生产出来的产品都一样 都一样 可是呢 独占性竞争市场就是怎么样 一直 一直 所以同学 如果我们以未来的趋势的话 应该是这个嘛 应该是这个嘛 对不对 为什么 第一个 生产者众多这件事情 恐怕你没有办法改变嘛 因为台湾就是小农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什么 没有关系啊 你是小农 可是你只要专业化生产 品种改良 你认真的经营 你就可以产生不同的品质嘛 那你不同的品质 你就会让消费者感受到 你的产品跟人家是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未来的方向 台湾农业未来的方向 是追求的是独占性竞争市场 所以独占性竞争市场的考题 同学要小心 它可能是下一步的一个这个目标 考试的一个重点 所以完全竞争跟独占 你要把它视为已经考过了 就是它是你基本该准备的 那下一个战区 独占性竞争 这个益植的市场呢 它可以怎么样 它当然就可以提高 提高农民的收益 提高农民的收益 获得超额利润 那你在这种 你在这一种 同质的产品之下 同学 只能获得正常利润 这个对于农民来说 就不一样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才说 独占性竞争市场 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那它这里提到说 个别的农民 本来 同学我们也知道嘛 这个完全竞争市场 它这个 厂商呢 它是价格的接受者 所以它是没有办法 去决定价格的 它只能按照市场的供需 去决定出 它的一个价格 那就代表说 农产品的价格呢 稳定度 它本身是怎么样 是低于我们的 这一个工业产品 它的波动的风险 其实是比较大的 那当然在运销上面呢 它就会索取 比较高的利润 来弥补它可能产生的风险 那这个是农产品 那工业产品 它本身当然就没有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通路的长短 农产品呢 它基本上 最普遍的当然就是 三级市场嘛 对不对 那可是工业产品呢 它本身就是怎么样 从工厂出货 直接就到了零售端嘛 所以它本身就不会 像我们农产品一样 中间有这么多的转借 转售的次数嘛 那你转售的这个次数越高 你当然你中间的运销成本 就会跌上去 就会越多了 好 所以同学 这个第二点麻烦你 其实严格说起来 第三大点 农产运销的研究 里面第一个 农产品的特质 这本身一定要记 第二个就是 农产品跟工业产品 它的一个什么 差异 而这个差异是就 我们的这个农产运销方面 来论述的 所以它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第一章里面 其实重点其实还蛮多的 同学 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什么 这个 效用 有没有 形式效用 地域效用 时间效用 这个拥有权效用 它就很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的四批 有没有 四批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农产运销的一个功能 还有我们讲到的农产运销 从个体的面的重要性 还有总体面的重要性 这个也是重点 再来就是农产 农产品的特性 以及农产品跟这个工业产品 在农产运销方面来看 它会有怎么样子的 就是说差异 所以这个第一个小节 重点其实还蛮多的